你也來賞花啦 好多人來 好多人來 好多人去 跟著芒果妹妹的腳步 一起去看看最近很火熱的打卡景點吧 大安森林公園未配合台北杜鵑花季 特別建置杜鵑野原 於3月14日正式開跑 讓春天喜愛賞花的民眾大保眼福 可以搭乘捷運到大安森林公園站3號出口 出站步行不到10分鐘就可以到達囉 位置好早不會太遠 或者可以像妹妹是坐步步兜風去的 周圍停氣機車都很方便 我們是從另外一桶慢慢散步過來的 遠遠就看到好多人潮 吸引不少民眾趁著沒下雨來賞花 也是假日六小孩和六毛小孩的好去處 這裡開滿了滿滿的繡球花 顏色相當鮮豔又繽紛 有藍紫色、紅色、粉紅色等等 好美好美喔 交織出浪漫的氣息 每次繡球花還渡濁火雷 折發對全貓有為敵 記得餞花同時要保持適當的距離 不要讓毛小孩務實喔 園區很甜心 在適當位置擺上小帆凳 提供遊客拍照使用 真的是个便名的小设施 不过芒果妹妹对话好像没什么兴趣 一副淡定的表情 瞧她跟绣球花一起入镜真的很可爱 绣球花种植的范围不大 但种得很密集 算是蛮好取景的 绣球花种植的范围不大 绣球花种植的范围不大 有种自身在绣球花海的错觉 不用上阳明山在台北市区就可以欣赏到了 一片一球一球美美的绣球花 真的很不错 旁边也有种植薰衣草 开心到小跑步呢 遇见一只彩彩 看起来比妹妹年轻 今天好多人带狗狗来这里散步哦 跟着柴犬芒果妹妹屁屁 来场城市轻旅行 真的好玩又疗愈 台湾还有什么景点 适合带毛小孩出游呢 欢迎分享给我们 早餐贼了 早餐贼啦 早餐贼回家 拜拜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和开始小铃档哦